有些就不溫不火 但是這個負責這麼厲害 的確是需要有一個強人式的領袖出來的 新斯伊拉,卓慧斯就當選了 我也想問問你那邊現在英國的氣氛如何? 因為現在人們給了他的稱號叫第二代的鐵能子 是不是那邊對他也抱很大的寄望呢? Mr.Satcher那時候在工黨搞到幾百萬失業 然後經濟又很差的時候 出了一個強人,你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他現在有些就不溫不火 但是這個負責這麼厲害 的確是需要有一個強人式的領袖出來的 但是大家覺得他不是一種這樣的人物 好了,那你說那應該怎樣呢? 但是始終如果一般中產階級 都是覺得你做一些動作好些 因為你剛剛新上任 你就不需要對以前的 譬如說經濟政策負這麼大的責任 你可以做一些改變的 因為一來到,如果你是新衛城做回手上 你以前那個經濟政策都是差不多的 你有什麼可以做得好過現在的呢? 那變成了他可能 新衛城就比以前的事 可能比以前做過的經濟政策 拖著後腿 而現在新衛師可以比較 就是可以DRACIC那些 好像他說減稅 那時候競爭的時候是說減稅 那你減稅之後 那你究竟那個社會 可不可以回復回以前 就是不要說以前 就是說回復回這個叫做 Inflation之前 或者戰爭之前 那但是我覺得有些事情都好的 譬如說 希望凍結那些燃料 一凍結燃料 起碼呢 民心、民意就比較好些 因為現在那些燃料都很誇張 那冬結燃料就是說 等那些燃油公司 中間那些利潤那些 就可以減回一點點 就是不要賺得那麼準 或者是叫做 那可能他都不是賺得那麼準 那大家覺得 未來的燃料的櫃 就會做很多手勢 他做生意不會虧本 一定加定價錢的 那我希望他可以 那兩個措施可以 穩定一下民心 那但是現在呢 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呢 這個冬季都幾嚴峻 考驗都幾大 包括電位啊 通脹壓力啊 甚至加息啊等等的 那就是 甚至有些人形容到 英國的經濟呢 已經屯臨崩潰了 那就是 以你個人來觀察 真是 這個卓慧斯 可不可以 處理到這麼重大的問題呢 可不可以扭轉了這個形勢呢 我覺得呢 崩潰呢 就不會的 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呢 就算 你看到那個時候 08年啊 利文啊 或者是 最差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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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差的時候呢 它 都不會去到崩潰 因為一個 民主社會呢 它自己有一個 調教機制的 還有一個新的人 上場呢 它有一些 新的措施 這些新的措施呢 可能就 就是新思維嘛 你整天都一轉人 有一些新的思維嘛 那我就不會覺得 那麼大問題